剛才講468招裡面 類似的題目蠻多的 比如說像這邊的資料要把它變成像這邊 有沒有 就是這個資料怎麼樣把它變成像這樣的資料 OK 一樣要用函數啦 用資料類的函數 有沒有 這個要放這邊 這個放這邊 但如果你沒有好方法 變成 除法煉鋼 C-C-C-V 那會做不完 大部分給你的資料都非常的一堆 可能是整個公司的幾萬個人的公司幾萬個人的資料 哇那你怎麼辦OK 所以每次從那個外部賄賂就是這種東西 你要的資料是這樣 但是他就是不給你你要的那個形態 還有像分割資料像這個有沒有 我要把這邊的資料 這個是 資料來源 然後要分割這三個到這邊來 而且要剛好是說還好這個位置 位置有些是一樣有些不一樣 所以你要怎麼樣剛剛好 是要 到那個位置 有沒有 要三個都把它分開來 我想當然這都沒有標準答案 你就要想 對的方法 這個問題就解決了 其他像這些都一樣 後面有一堆 類似的這種問題 也許有時間的話 各位不妨 可以自己再 試試看吧 這些練習題 一樣啦 反正就是解決 問題 那 再來的話呢 我們把 剛剛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這邊輸出是公式 可是如果今天不要是公式的話 我要是輸出什麼 最後的結果 直接丟過來就好 那要該怎麼做 當然呢 這邊你可能要思考幾個問題 就是 畢竟我剛剛講過 在那個 VBA裡面的函數 他跟Excel裡面的函數 其實是不相 不相容的 也就是說呢 可能在Excel裡面 他用的是fine函數 但是在VBA裡面 他沒有fine函數 那他取另外一個 像剛剛有那個TEST變format 那在 VBA裡面他就用另外一個 叫instry函數 他的用法 基本上呢 跟fine函數 雷同 只是說呢 有個地方不一樣 就是說 我們是先給 要找的字串 再去哪邊找 那他剛好顛倒 他是先去哪邊找 找什麼字串 然後他回來的話呢 也會 丟給我一個什麼 一個位置 那我只要找前關 找後關的位置 然後再用mid IVBA裡面的mid 一模一樣 但VBA裡面沒有ifl 但是有if 你變成你要用if去把它做 一個 切割 所以其實理論上 Excel裡面做得出來 你可以 反推一下 怎麼樣把那個 VBA的程式 退出來 OK所以有點像 轉換一下 那當然其實 邏輯上是一樣的 那只是說要怎麼樣把程式寫出來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就來完成這個 丟出來並不是公式 而是最後的結果 所以首先的話呢 我要怎麼撰寫這個程式 拖拉下來還方便 為什麼 因為寫程式的話 蠻快的 其實我現在都單手寫程式 因為我一隻手拿麥克風 這個習慣上 其實我說真的程式寫對一隻手就夠了 你兩隻手你這邊四隻手你再多手也沒有 不必要因為對的話一次就對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要輸出什麼東西 輸出的話也許我們可以先怎麼樣 把它變空的 其實跟上面這個一樣 先不知道輸出什麼 反正我 那我需要做什麼事呢 先用一個函數叫In3 所以 這個函數的話 當你不會拚的話你可以打個VBA 因為我同學說老師可是 Excel裡面的函數到底有幾個我怎麼會知道 教各位一個方法 你打個VBA 點就出來了 他所有的函數都列在這裡 OK 那我 我知道說他叫I開頭的 IN In3出來了 甚至In3B In3 REVER REVER 從後面找回來 In3是 從左邊 這是從右邊 OK 我們用這一個 那另外的話就說 你想說老師那我怎麼知道他怎麼用 教過一個方法 以後 你只要會按下一個按鍵 答案就出來了 叫做F1 F1有沒有 游標放在F1上 他會跳一個什麼 就是 那個 微軟的官方說明檔 告訴你說 這個函數該怎麼用 只是他寫的 並不是 很好 就是寫給那個工程師看的 那我剛開始看這個我也是覺得看了一頭霧水 不過後來慢慢發現 他就是一個說明書 所以你慢慢要習慣如果哪一天你看懂那意思的話 那以後 也是一樣 無論哪一種函數你都會用 關鍵我跟各位講 如果是中瓜糊的話 表示說這個參數 是 可有可無 沒有沒關係 所以 第一個就START START是從哪個字開始 那String 1的話 實際上就是 要找的那個字串 在 全部喔 所以剛好跟FINE是顛倒 FINE是 先找錢瓜糊 再去哪邊找 剛好是 去哪邊找 第二個這個 是 找 找什麼 我剛開始會看看他這個 你會發現 10寸1 必要的 要搜尋的 四串運算是 10寸2 要 搜尋到的四串 我看好久 後來 我怎麼知道呢 我就試著就知道了 我就試試看 OK所以你說這怎麼會知道 沒有沒關係不用鑽牛腰間 反正四就知道了 有東西回來就表示OK 沒有東西回來就表示不OK 就這樣 那底下還有一些相關說明 如果 慢慢 還有 沒有 他底下有範例 其實或許你有時候不知道沒關係 你可以看一下範例 至少範例裡面 是對的 再不然的話你也可以用Google Google找一下 VBA的ETRIE函數的範例 那也會有人寫 反正類似東西就照著抄比較好 OK 參考一下 好 所以特別注意喔 以後如果你不知道該怎麼用 記得喔 VBA點 把後面的這個 按F1 他就會有答案 也就是說裡面有100多個函數 那如果你真的要把它徹底了解 有沒有 就花點時間嘛 沒別的訣竅 我剛剛怎麼學 反正我只要遇到 我就把這個做筆記 遇到就做筆記就對了 我後來發現 幾乎只要我遇過的狀況 大概都已經差不多了 再來的話就不需要說特別去記他了 可是是 這恐怕也需要這個很長的一段時間 你說他馬上 就可以 真的馬上學馬上會 我看應該很困難 OK 所以多支交付會訣竅 再來的話呢 你去刮壺嘛 找什麼東西呢 是大不用 找 去哪邊找 去A欄裡面找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地方 先放一個Sales的 ID的A欄 意思是說我要去 那個 A欄裡面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東西呢 找 找那個 豆點 豆點 找那個錢刮壺的位置 那他會幫我找到 比如說我找A3的話 他會告訴我3 所以前面的話 我會多個變數叫A A等於 VBA 幫我找一下 找到之後的話呢 幫我把找到的位置 先放在A裡面 所以 假設這個A3 他 A裡面就放什麼 放那個3 然後 再來就是找後刮壺 所以 再下一行 這邊呢 改一個B 然後 後刮壺 找到的後刮壺位置 幫我放在 再B 所以如果以這個來看的話 這個應該是9 所以 A等於3 B等於9 然後呢 我應該切割的話呢 應該就MID 所以這個MID 後刮 然後 再來怎麼樣呢 把那個 A欄的東西 所以 String 就是A欄裡面的東西 幫我切割 所以這邊改成A就好了 Sales I列的A欄裡面 豆點 從哪個字開始 從A怎麼樣 前刮壺位置嗎 加1嘛 豆點 幾個字 後刮壺位置 減掉 前刮壺位置 再怎麼樣 減1嘛 有沒有 跟剛剛邏輯不一樣 一模一樣 後刮壺一下 好 這樣的話 程式基本上 差不多快寫完了 但是會有個問題 這個狀況是 如果我今天指的是 A3的話 那是OK 3 9 得到結果應該OK 可是如果今天是趙大鵬 A 如果找不到的話 他是0 B找不到是0 然後0 加上1 當然同 第一個字 這樣OK 0 減掉0 減掉1 幾個字 負一個字 那一定是錯的吧 所以 這個地方 就需要多一個邏輯 什麼邏輯 過濾器 如果 找不到的話 那就跳過 找到的話 那才去做 所以怎麼樣判斷說有找到 那就是 當A A等於0 表示是 沒有刮壺 特別說 A等於0 所以我要的邏輯 是什麼 當A 不等於0的時候 我才去切一個 所以怎麼寫 if 特別說 再來跟各位 教各位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在VBA裡面做邏輯判斷 寫法 第一個 if 邏輯什麼 我要的狀況是 A不等於0 所以 A 假如不等於 不等於這樣 小於大於 A不等於0的話 空一個 then 才去做下面的那個事情 然後面一般習慣上 加一個andif 意思就是說結束了 然後把這個按一個Tab鍵 意思就是說 當我A 不等於0 意思說有錢 這個A不等於0 應該可以看成是 它裡面有刮壺 的時候 我才去切割 它裡面的東西 但如果 它等於0的話 表示沒有刮壺 那就跳過去了 所以這個if 有點像一個閘門 你進 那個 捷運站 你有刷卡 我讓你進去 但你沒有刷卡 很抱歉 你不能進去 所以這個if 有點像是一個閘門 OK 你有找到刮壺 你可以進去 你去幫我切割 你 沒有刮壺 很抱歉 我不能讓你跑到 這一行 為什麼 因為這一行如果你是0 減0 減1 負一個字 那一定會 發生城市的bug 所以特別注意 為什麼會需要 一個閘門 所以這個if 在城市裡面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說以後 它會自己幫你做很多閘門 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要做什麼 不做 那你可以用這個方式做邏輯判斷 好 城市寫完了 這樣就OK了 所以基本上 這個應該看得懂 這個是 找到的位置 放前面 然後切割 A欄 從A加1 然後B的話是後刮壺位置 減掉 前刮為減1 OK 把它放過來 好 最後的話 我一樣把它清除掉 這個忘了改 刮壺字串 這個名稱不能跟上面一樣 好 執行他看看 執行 先把它刪掉 這邊先刪掉 刪光了 OK 然後再來的話就執行他 OK 那裡面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那個 就是公式 沒關係 就只有最後的結果 OK 那城市就 大功告成 這個 如果說 因為城市其實說真的 一個 沒幾行 但是 為了讓大家看得比較清楚 所以我在雲端上有放結果 上面有加一些註解 OK 當然如果你不加註解 這個可以把它刪掉 畫面 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刮壺字串的部分 就是 如果我不是用公式 那我可以在 VBA裡面 用VBA所提供的 那個函數 那VBA裡面的函數 我們可以 找到有一個叫 E3 E3的話 類似像Find函數 當然我剛剛講過 如果VBA的所有函數 100多個 你都要徹底了解的話 其實你可以點一下 然後把它裡面的每一個函數叫出來 按F1就可以 或者你可以到F1裡面 它有一個列表 所有 Excel裡面 VBA裡面 給你的函數 它其實都有一個說明 不過 當然不需要所有都把它背起來 可是 還是有需要 如果說你將來想要徹底了解 VBA的函數的話 恐怕需要一點時間做一些整理 那坊間呢 好像我記得旗標有一本 那個VBA的那個 叫 函數的 詞點 他其實就整理的還不錯 至少是寫的讓你看得懂的東西 而不是像那個 微軟他官網上面 提供給你是 就是 就是 一個 不是那麼好瞭解的東西 當然 也許可以 可以自己再參考它 我自己是已經習慣了 所以 看那個東西 我是看得還 蠻 蠻 快就懂 因為那東西其實也不是讓你看懂的 他其實就是一個 詞點 一個 類似像 函數的字典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很 很那個 鑽溜腳尖的去看他 反正你就是 重點應該就看重點就對了 OK 因為你反而太認真看你反而看不懂 反而你略看 發現其實 找到你要的東西 最重要還是 弄弄看 反正弄OK 那表示 那個是 沒有問題